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是从上周五收盘的时候最终是7周的最低价开始反弹 昨天收盘的时候最终是收盘是上涨大约是1.1% 是收在了大约是5400点之上 其中依然是金融股和矿业股带头上涨 那么在中国方面上证指数和深层方面并没有太大的起色 依然是保持在关键价格之下 上海方面昨天是上涨0.1% 深圳稍微好一些上涨0.5% 但是上海依然是在3千亿以下 深圳也是依然是在11000点之下 那么欧洲方面昨天并没有出现周五的连续上涨 那在周五大涨之后呢 昨天有所缓和 昨天英国法国德国三国下跌幅度呢 都是在0.1%至0.2%之间 总体来说依然是保持在周五的收盘价 那美国呢 则因为是放假公共假期 所以呢没有开盘 但是石油和黄金昨天走势相当剧烈 尤其是石油 我们看到油价呢 在昨天晚上曾经一度是暴涨5% 从43左右呢是连续上冲 冲到了接近于47块钱附近 但是在今天早上又再次回到了45块多附近 黄金价格呢也是一样 昨天黄金价格呢也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 那么今天关于这个热门话题 我们着重来看一下的是 在中国目前刚刚闭幕的G20峰会 这个G20呢虽然闭幕了 但是现在的矛盾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那么从表面上来看 我们知道呢这个G20峰会呢 最大的成果是批准了全球投资协议 以及呢这个贸易增长战略 等等一些书面性的文件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呢 就是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 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 目前呢也终于在杭州是签订了协议 正式的加入了之前的这个巴黎协定 巴黎气候协议 那这样来说的话呢 这个巴黎气候协议对于温室排放的控制呢 在目前来看也是加入了包括了中国和美国 这两个最大的排放国 那么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呢 在这个协议之内的国家 目标都是在五年之内排放要降低30% 那这对于全球的环境来说呢 毫无疑问应该是一个好处 但是我们要知道呢 这些东西呢 应该说很多时候是表面的 或者说呢 是做给舆论大家看的 那真正实质的东西依然是要一对一 一个国家与一个国家单独来签订 才有用 那从我们深入眼来看 我们知道这一次 这个中国要举办G20峰会 它为什么要在今年举办 我们知道才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呢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的态度 从2008年的说中国是世界经济的救世主 到呢 现在到处在抵制中国的这个钢材也好 或者是包括了手工品也好 或者是服装也好 等等呢 存在的大量倾销的争议 那这个态度的转变 应该说是非常之快 而在这次大会上呢 着重点讨论的也不是什么南海 也不是英国退欧 也更不是呢 美国要不要加息 反而是啊 现在这个亟待解决的 世界上现在是产量过剩 如何解决 那与其说是世界矛盾的产量过剩 说的直接一点呢 就是在指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 那么由于中国的产能过剩呢 实际上呢 就是在质问中国现在呢 如何减少向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大量出口低价产品 那这个出口低价产品呢 会严重损害其他国家本国企业的利益 这也使得呢 中国现在在过去的一两年里面 是被其他国家 尤其是这个以美国欧盟为首的这些国家 长期的不太待见 所以这一次中国呢 应该说是急于希望呢 通过G20的峰会来改善自己的形象 或者说能够呢 对于双边关系 尤其是贸易上的关系 能够缓和一点 那作为东道主 作为地主方 中国自然呢 是拿出了很多的诚意 也拿出了很多的这个 真正真正有用的东西 来进行协商 换句话说呢 这一次会议 很大程度上来说 是中国对于那些 之前对他不满的国家的一次 招安会 招安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在过去几年 变化是如此之大 难道是由于中国资源消耗太大 引起大家的不满吗 事实上呢 却刚好是相反的 我们知道在目前世界上 在过去的十年里面 有多少国家是依靠着中国的腾飞 自己呢 也捞的是盆满钵满 比如说像巴西 比如说像中国 比如说像中东 这些出口石油的 出口铁矿石的 或者出口原材料的国家 在过去十年的经济腾飞 毫无疑问 就是靠着中国天量的资源消耗量 那如今中国不再需要这么多资源和原材料了 那对于这些国家的依赖性就大大降低 同时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的暴跌 也使得这些国家的出口 或者说他们赚的钱 比原来少了非常之多 那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呢 对于中国的态度产生了转变 其实我们知道国际社会上呢 其实跟很多时候是现实社会一样 国家与国家之间 和人与人之间 很多时候呢 其实是以利益在交换 非常不幸 也是非常的残酷 但是归根结底 如果这个国家 无法给其他一个国家带来实惠和好处 或者说原来的实惠和好处 现在大幅减少 可能呢 没有了实惠和好处 还要到你这儿来拿钱 那这样的话呢 那个态度当然会发生转变 所以现在的情况呢 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算盘是希望 中国呢 能够继续的大量消耗资源 购买无数的原材料 他们可以从中继续发财 但是中国呢 你最好只是买东西 你不要把东西做好的拿出来卖 换句话说就是呢 原材料向中国出口依然是保持 但是呢 却不想要中国出口的 这个过剩的产能 就是我的东西要卖给你 那你的东西我不要 就是这样 现在事实情况呢 就是中国进口的材料和这个原材料 能源和原材料在不断的减少 但是卖出来的东西呢 却是越来越多 因此这个呢 才是现在 或者说是近两年 世界经济矛盾的一个根本 这也是呢 今年G20峰会 各个国家所关注的一个焦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澳洲股市 澳洲指数呢 在昨天一度是非常接近于一小时通道线 但是呢 非常遗憾的是呢 在欧洲时间再一次被打压下去 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 澳洲指数依然是没有能够走出明显的走势 还是在盘整区间 我们还是不要急功近利 以现在的走势来看呢 稳妥一些比较好 需要呢 在上了一小时的通道线之后 再去考虑进场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考虑的挂单 整体上可以考虑在5440点的价格 挂单买入 或者呢 是在5395的价格呢 可以考虑挂单卖出 那如果你保守一些 挂单再往下看 可以考虑在5385以下 再去挂单卖出 中间价格呢 我本人不予考虑 再来看一下外回方面的澳元兑美元 澳美呢 从上周五晚上 这个美国大非农数据之后 就开始了上涨 在过去的24小时里面 涨幅尤其之列 特别是到了今天下午 这个澳元呢 已经突破了0.7620 那虽然下午的时候 刚才说到呢 澳联储是没有再一次降息 这也是呢 是再一次帮助了澳元呢 回升到0.7620之上 从现在来看呢 应该说由于过去24小时 涨幅实在太快 涨得太快 因此现在再去跟仓 这个风险呢 就会有一些大 因此那怎么办呢 在现在的价格 0.7620附近呢 我们 我本人不会考虑动手 但是我反而呢 会考虑在0.7645 也就是创出了今天的新高之后 再去考虑 动手挂单买入 在反面卖出的方面呢 我们可以考虑在0.76的价格 被跌破之后 也就是7595的地方 挂单买出 当然如果你保守一些 可以挂得再低一些 考虑呢 在0.7575之下 再去挂单买出 接着来看一下石油方面 我们知道石油价格呢 在昨天晚上 曾经一度疯狂上涨5% 直接是冲上了4小时的通道线 但是目前仅仅仅维持不到一条蜡烛图 就被再次打落 至今为止呢 并没有能够在45块7毛钱保持住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考虑的挂单 整体来说 可以考虑在呢 46块钱 也就是今天的最高价 再次挂单买入 同时呢 在45块2毛钱 就是今天早上的最低价呢 跌破之后 再去挂单买出 那最后来说一下黄金方面 黄金价格呢 我们知道呢 在过去的几天也一直在上涨 但是现在是被压制在 4小时的通道之上 如果我们保守一些 需要在突破4小时之后 至少是站稳4小时之上 才去进场 换句话说 就是在1329的价格 至少保持4个小时不破 再去买入 当然了 另一方面 如果你稍微激进一些 不想等待这么久的话呢 也可以再冲上了 1330之后 直接挂单进场 那至于在反手方面 我们考虑呢 是在1320相对于激进一些 或者在1318 保守一些的价格呢 这两个价格都可以选择 挂单卖出 那最后听众朋友需要注意的是呢 在今天下午两点半 刚才澳联储已经宣布 澳元呢 并没有继续降息 依然维持在1.75% 到了晚上12点的时候呢 美国会发布他们的 非制造业 PMI 因此呢 今天晚上 对于非美货币的走势 可能会有相比较 有一定的影响 那感谢您收看 今天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我们下期节目见 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